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就有很多的争议出来 台北市只开放不到四成的接种量 所以很多人都打不到 大家就议论纷纷 而且媒体也报道说 柯文哲要公布不配合开放接种的医院名单 所以有人就说 这样的做法是在威胁医院吗 不过对于这个说法 陈时中他只有淡淡的回应说 这可能是地方首长他们独有的行政风格 同时他也喊话说 要台北市多努力 有问题随时提出来 不要事后才讲 好 柯文哲后来回应说 没问题呀 但他后来也坦言 的确沟通不良 他说会检讨改善 好 除此之外呢 我们要来看到是有关于 在这个星期的一个 大家众所瞩目的焦点 有关于台湾激进立委 陈柏维罢免案 在周六要投票 蔡英文现在就呼吁说 不要让认真的人孤单 而朱立伦则是说 不要把是非对错 变成政党对决 好 虽然他这样讲 可是他却用全党之力 在打一个人 我们来看看 这个选前之夜 现在陈柏维已经规划说 要举行民主音乐会 国民党则是有很多的大咖 要开始登台去助讲 包括江启臣 谢龙介还有郑立伦等人 通通都在所谓的这场 欢送三Q之夜 而严宽恒最近他是急了吗 因为他不断的po文 而且还替乡亲抱屈说 政治人物来来去去 许下了承诺 可是故乡依旧空污严重 乡亲依旧打不满疫苗 可是他这句话说 故乡依旧空污严重 就被人家笑说 你讲到空污 根本就是打到卢秀燕 卢秀燕中枪 而且不止这一招 严宽恒他现在还秀出了良民政 他说陈柏维干脆 大家一起来送餐给弱势民众好了 大家想说 这个严宽恒现在秀出良民政 又是哪一招呢 而另外民进党立委蔡逸于他是说 他发现有一组特定的IP 用各式各样不同的账号 在攻击陈柏维 散播一些不实的消息 而他也说这个IP的来源是中山大学的宿舍 而且这背后好像还有中共的影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稍后都要一起讨论 先问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钟年华 年华哥好 清平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瑞德哥好 清平好 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博文哥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近平 敬平好 清平大平安 同时还包括了财经记者姚慧珍 回正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看台北市的问题 因为第十二轮疫苗马上要开打 可是这几天光是预约的问题 在台北市就一大堆 而台北市就反过来批评说 中央才是乱源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先带来看看 以为您的多好水 第十二轮还没打 光预约就问题一堆 北市名额爆量约不到 开设量能又被公布是六都垫底 北市府批评 这不但伤了基层的心 根本是疫苗分配有问题 以台北市开的量能 其实应该它可以附和起来 我们中央也协助了 四万五千个量能 那我相信大家可以度过这个辛苦的时候 就怕出现扩散效应 挤压到其他县市 中央协调三种 荣总台大再加开五个接种站帮忙消化 但传出台北市长柯文哲 找各大医院院长开会 商讨量能扩充 还扬言不配合就公布名单 来的人又不如预期的时候 医院就要求说要先降载下来 可是什么时候要把量能拉起来 这就需要卫生局来做协调 那它其实不是动怒或生气 它只是要求卫生局必须要这样去执行 每一个行政首长有自己的行政的风格 那能够把事情推动顺利 平和的来做 我想那家就好了 第十二轮堪称规模最大最复杂 第十三轮也将开放AZ混打BNT 指挥中心定目标 年底前第二季涵概率拼超过六成 但公卫专家盘点 全球只剩7%的国家未开放边境 台湾也该调整放宽 你还没有到八成以前 你的解分步调可以稍微慢一点 可是你总要试着做做看 第一感染国家 同时我需要隔离的时间 隔离天数依风险高低分层松绑 随时检讨措施 毕竟国门边境不可能永远逢着 三连新闻林家荣 曾家轩 台北不到 好 我先请教慧珍 因为最近有很多台北市民 就是拼命的哇哇叫说 他们很想要登记打疫苗 可是问题是台北市 好像总是量能不够的样子 所以现在台北又跟中央两边 就各说各话 让大家觉得到底怎么回事 是谁的问题 是 我其实觉得台北市的 65岁以上长者 根本都是肉身菩萨 他们用他们从今年6月以来 打疫苗的种种的一种苦难 包括你要先上网去抢预约 然后包括你到要去排队 然后一开始排的乱 就是大家都觉得非常不便 一直到都已经打到第12轮了 都已经打到了现在 已经三四个 四个多月都已经过去了 到现在竟然还有花博这种乱象 而且你知道吗 遇到现在种种的状况 这些老人心里想说 到底我们还要受了多少苦难呢 你知道 其实这个 你现在看到所有的画面 这件事情都只证明一件事情 柯文哲从以前到现在 从来无心于市政 所以光是打疫苗这件事情 给他四个月 给他半年 永远还是没有办法做好 6月2号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 我给你告诉你 你疫苗来多少 我全部打多少 就是你没疫苗 一直炮轰中央没疫苗 结果现在疫苗给你多多 你说没有没有没有 你中央开放太多 你那个超出我们的量能 你第一批预约开放41万 第二批开放18万 这样子我们 我们直接没得到 真的是直接没得到吗 还是你自己没得到 在陷阱西外 你知道现在一些专业人士都跳出来 包括台大小儿医院的院长 黄立民 他说什么 他说台北市是全台湾医院量能 最充足的地方 你开两倍也没问题 这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 第二个 另外也跳出来讲话是谁 林口长庚医院的副院长 邱正勋 他也跳出来讲说 现在种种乱象 看起来好像是接种端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地方政府的问题 第三个 连前机关局的副局长 施文宜也跳出来 施文宜直接就告诉你说 就是你地方规划不力的问题 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当我们在现在第12轮的疫苗 有三种疫苗在开打 包括第二剂的AZ 包括第一剂的BNT 还有第二剂的莫德纳 那照理说我们想 AZ第二剂打的人一定比较多 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最先打的就是AZ 而且AZ自由上往下打 所以你现在接种AZ第二剂的 应该也是五六十岁 像比较高龄的人 结果他竟然突发奇想 把所有接打第二剂AZ的 只集中一个地方叫花博 那个花博你不要说别的 你光是那么庞大 你没有椅子根本不够 你看现在的画面 大家排成这样 结果第一天施打引起这个画面 大家在炮轰的时候 结果你知道他们台北市政府说什么 我跟你讲 其实没有那么多 因为老人家旁边有陪伴的人 所以有一半的人是来陪伴的 所以其实排队的没那么多 第二个他跟你说 很多老人紧张 所以太早来 事实上根本还没轮到他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完全就不是这样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画面 是连下雨天 你看这是从晴天台到雨天 有的下雨天是你拿撑着伞 对老人家来讲 行动其实都非常危险 那人家就不理解 为什么你明知道 65岁以上的老人家 其实是反而比较需要就近 而且环境好的 那你为什么不开放诊所 或者是医院让他去 他非常奇妙 他三种疫苗分开打 AZ全部集中在花博 第二个莫德纳的部分 他就说莫德纳部分 我们就开放医院这边 第三个谁在诊所 莫德纳在诊所 第三个BNT BNT第一季大家都知道 BNT是比较低年龄层 就是大概40岁30岁 这样开始慢慢打下去 第一季的BNT 他竟然说 那我们就集中在医院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医院再怎么样也比花博多 诊所再怎么样也比医院多 所以你按照所谓的 施打的一个优先性 以及施打的人的一种需要性来讲 一定是老人 究竟在家里附近诊所 对啊 很熟嘛 对啊 而且最好笑一件事情是说 你全部都集中在花博 那老人家难道你要他下雨天 自己搭公车去花博吗 没办法吧 所以一定会有年轻人 那年轻人又要请假 又要请假 又要接送 所以他搞成这样 最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你都已经打到12轮了 你还发生这么多事情 发生这么多事情 好 这样讲 就真的 就当真 你真的医疗量能不足 你不能先跟地方 跟中央先说一声吗 不好意思喔 我们这个医疗量能比较吃紧 你可不可以主动来协助我们 你先求诸 I need help 那我就不相信中央会不愿意帮你的吗 那你什么 人家不知道你到底程度在哪里 人家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打了12次 我还是打不会 但是你需要帮忙你就帮忙 你不要说遇到了所有的问题 always都是他们的错 6月9号 6月12号 人家其他的县市都没有这个问题 人家其他的县市 就是说我们那个第一批疫苗来 我们就可以开始打 他说你政治内线 你告诉那些绿营的县市长 先什么时候要 那你们我们这种不送你怎么不要 结果马上被人家打脸 人家拿出6月9号的新闻稿 说全世界全台 不要说全台湾 谁不知道疫苗什么时候来 就6月12号打 这不是就是 大家都知道事实吗 难道你就会把头埋在沙里面 然后假装不知道吗 结果7月份 然后又爆发一大堆的 就是说 其实都是中央故意在搞我们 其他地方的动作都比较快 讲一大堆永远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我觉得事实上 大家台北市这些65岁以上 肉身菩萨 用他们这半年多来的苦难 告诉大家 柯文哲真的是一个不适任的首长 那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柯文哲他们自己 跟台北市的不管是联谊体系 或台北市的相关诊所 也有一个很大联系上的疏忽 他们现在甚至在讲说 是不是你那个台北市的卫生局的局长 没有办法跟那个叫得动 他们自己联谊体系的人 如果是这样 那事情就很大条 那为什么你都已经第二任 到了那个任期后 已经倒数计时的时间 然后你还会发生这些事情 所以我真的觉得 全台湾人要把眼睛睁大看清楚 如果说台北市 柯文哲做了七八年都已经 还这样哩哩啦啦的话 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个能力 在问鼎大位 第二个事情是 全台北市的老人 感觉好像玩了半年的生存者游戏 玩了半年的一个鱿鱼游戏 难道如果这个人在问鼎高位的话 难道要全台湾的老人来进行一场实验 叫做鱿鱼游戏生存版吗 老人版吗 我觉得这真的是国之不幸 所以你看看台北市的长者 最近真的是很辛苦 一开始还要被说 因为你是首都 所以要当这个什么网路的先锋 然后就开始在台北市这边预约 而且这两套系统 让这些长者们 大家都是搞不清楚 所以他们只好问他们的 这个比如说儿子女儿 那这儿子女儿们 刚刚我们也看到 像AZ 你要打AZ要到花博去 那很多人都得要请假 然后陪家里面的长者去打 然后天气不好的时候 这些状况 他们都得要照单全收 好那我们也要看看 这个台北市近期的 这个疫苗接种乱象 跟回应是什么 好博文哥你看 他像他说 这个第一个乱象 台北市比中央提前三天 开放65岁以上的长者 以台北市的系统预约 第二季莫德纳 民众无所适从 后来呢 柯文哲就说 这个年龄层第一季 就是在台北系统预约 现在出问题被检讨 他就反问中央 你怎么不检讨你们的系统 再来第二个乱象 是第十二轮开放预约接种 台北市一个小时之内 十二个行政区全部都满了 引发民怨 因为没有办法预约到 柯文哲就说 第一阶段台北市开出 二十亿万量能 中央却开放四十亿万人预约 第二阶段 台北市将量能提升到二十六万 中央却只开放十八万人 怒批中央疫苗政策没有规划 造成地方上的困扰 所以炮打中央 再来台北市民众抱怨 第十二轮AZ第二季 只能够到花博去打 真的很不方便 因为有些地方 真的离得蛮远的 卫生局就回应说 第十二轮很多 疫苗多又复杂 所以三种疫苗分流 花博预计 才早中晚三班至接种 而且加开松山烟厂的接种站 不过大家就要问说 为什么其他地方做得到 台北市做不到 来看看这个开设接种量能比的话 高雄台中台南桃园市新北市台北市 那就以新北市台北市来讲好了 新北市它的接种量能是73.99% 但是它后面的台北市是只有39% 我已经差一半了 所以博恩哥怎么看 我是高度质疑 我觉得柯文哲的心态有问题 甚至于我在高度质疑说 他是不是刻意跟中央导弹 如果今天问题是说 这个每一个县市 这个量能比都很低 就是说这个台北市三成九 然后新北市也大概四成 高雄市也大概四成一左右 大家集中在那个地方 那表示什么 表示真的中央自有问题 但是我现在必须反过来讲 现在的状况是六都里面 医护人员最多 医疗院所最多 资源最充足的台北市 竟然排在六都之末 而且距离其他的这个都市 都是几乎差了一倍以上 都是几乎差了一倍左右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到底谁该检讨 当然是台北市出现问题 我跟大家讲 其实这已经是打第十二轮 你如果说是在前面一轮 两轮三轮出现问题 那我觉得恐怕 中央跟地方系统需要协调 现在不是 现在已经打到第十二轮 我跟大家讲 同样新北市也在开打 新北市目前开打的状况 不管是大型的接种站 例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像 这个包括这个瓷器也配合 然后很多地方的活动中心 各个地方的这个不管是基层医疗院所 大家全面配合 第一个现在根本不缺所谓的疫苗 所以没有强打的问题 没有强打的问题 那请问为什么会造成所谓的这个 这个大家一窝蜂过去 第二个 这个都事先预约 事先预约是表示你可以控制人流的数量 那怎么可能会发生说 像在花博那天有一天下午 大牌长龙外面下大雨 那请问你这个预约系统你到底是怎么估算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台北市的说法一点都说不过去 第一个疫苗现在量能充足 第二个预约系统其实运作顺畅 也没有塞这个这个当机或塞车的问题 那请问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还发生这样的状况 谁要付最大责任 当然是台北市啊 你台北市卫生局到底怎么协调的 好 我必须这样讲 像以我们新北市来讲 我们新北市 大家知道这次打的这个AZ的量能其实很多 可是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说 我打AZ的通通通都到花博针燕馆去打 这个会有问题啊 我今天例如说 我住这个万华 中正万华 或者说其他比较远的地方 我也通通都要去这个士林 这个士林北投那个地方去打 那不对吧 因为花博针燕馆 我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在中山士林之间那个附近 以前的中山足球场 那我如果住其他地方 我住木造住文山 会要跑到那边去吗 第一个造成民众不变 第二个 大家知道这次打AZ的量其实蛮大的 那因为很多人还是打第二剂 那打第二剂很多是长者 因为长者大概第一剂都打过 一开始他们就打AZ 你怎么会让长者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 所以第一个他设计的这个地点就有问题 第二个 基层医疗院所 你说以我们新北市来讲 刚开始初期确实也很乱 这个不容多延 可是都已经打到第十二轮了 我跟大家讲 基层医疗院所其实都非常的配合 而且我跟大家说 因为现在大家都戴口罩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基层医疗院所 他们的这个看诊量 相较于过去其实少很多 所以其实如果说 地方的接种疫苗 很多诊所都是非常愿意配合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应该好好的充分利用基层医疗院所诊所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让民众可以就进去打 同时分散人流 就不会造成排队的这个状况 所以以我自己 我这几天去观察我们那个接种站 包括基层医疗院所 其实咱们讲秩序都非常好 那为什么独独台北市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认为 不管就这个疫苗的量能 第二个包括这个基层医疗院所的配合 还有相关的这个预约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个秩序等等 我觉得台北市的卫生局都应该要好好做一个检讨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就是柯P在炮打中央 好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其实在之前这个指挥中心记者会当中 不是有媒体就狂问说 到大陆打疫苗小黄卡的问题吗 那当时陈宗晏就回应说 大陆是哪一国被网友战报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大陆接种的证明去 换这个小黄卡上面 也有做登录 那我们会要求他收回吗 所以你说有从中国回来的民众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你讲大陆 我实在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 好 就是中国回来的 中国回来的 OK 人俊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陈宗晏 已经变成一个超大的话题人物 大家都说他真的是很man 其实 陈宗晏当然讲那个话 其实对我们来讲 没什么太大差别 但是我要特别讲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非常感谢法谷三 因为这如果不是陈宗晏次长昨天去了 我还真不知道 刚刚大家在讨论打疫苗 对不对 我们除了要买到疫苗之后 我们是不是需要针筒 那因为我们的疫苗 除了高端以外 绝大多数都是一瓶 然后要抽0.5cc或1cc 所以全世界都缺1cc的针筒 原来台湾不缺针筒的原因是因为法谷三 早就超前部署 他们利用他们信众的关系 在全世界去抢购1cc的针筒 而且这件事情一直到陈宗晏 市长去法谷三 感谢住持之前 我们完全不知道 所以表示 法谷三真的很低调在做善事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那我回过来讲陈宗晏这个事情 其实这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我们从小教育 是被教育成大陆 对不对 后来慢慢去改成说 他其实就是中国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称呼他中国好像有点不礼貌 其实没有 就像我们称呼日本 美国 加拿大 澳洲一样 就他的国家就叫做中国 我们称呼他中国 是一个非常中性的称呼 所以我常常会跟我朋友开玩笑 就说他如果讲大陆 我说你是在讲南极大陆 还是讲非洲大陆 因为是这个地球上 有很多大陆 那陈宗晏这个话没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个 可能党主席朱立伦最近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可能最近心情不太好 他不是说去把法律读一读 对 压力很大 他叫他去把法律读一读 那我大概知道朱立伦指的是 我们的宪法征修条文 就是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 没有错 我们的宪法征修条文 是这样子写 可是宪法征修条文 这样子写 不代表 他就是一定是正确的 宪法他没有错 他是当时在那个时空背景下 他必须这样子写 那我们也想改 可是有很多主客观 现实的环境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 去改这个部分 那好 那我们就只好勉强 就让他摆着 可是就我们一般人来讲 甚至我觉得就政府的官员来讲 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 除了陆委会以外 其他官员几乎都称呼他为中国 很少称为大陆 那陆委会没办法 因为他必须常常跟对岸有一些交涉 所以他必须习惯大陆这样的用法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 为什么你要拿这个事情来做文章 反而对你们的黄复兴党部的主委 季灵连 他所讲的话 朱立伦是百般的护航 季灵连讲说东沙岛不是没有领空 东沙岛上空不是领空 这句话朱立伦昨天完全不敢回答 他完全不敢回答这一题 他反而是顾左右而言 他说你要讲清楚 搞清楚这个共军解放军演习的目的是什么 演习的目的是什么 不能这样一天到晚再 只告诉我们说飞机来了几架 意思就是说我们好搞得人心滑滑 可是对不起 就在最近这两三天 之前的我不讲 最近这两三天 欧盟执委会的副主席 在欧洲议会直接讲 解放军的飞机骚扰台湾防空识别区 英国外交部的副部长 在英国国会直接讲 中国的空军的飞机 骚扰台湾防空识别区 请问 所以你现在是在指控说 英国的外交部的副部长 跟欧盟的副主席 也在恐吓台湾人民吗 也在搞得我们人心滑滑吗 解放军的飞机 他要演训那是他的自由 你可以绕过 不要经过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你为什么故意就要飞过来呢 那这个目的还不清楚吗 怎么会有一个最大在野党 党主席跟黄复兴党部的主委 黄复兴党部是专门服务 退伍军人的特种党部 结果你们本来应该是 国家意识最强烈的 最强调保卫国家的人 竟然去跟中国共产党 同一个鼻孔出去 在台湾 帮中国共产党洗白他 骚扰我们防空识别区 跟想要侵略台湾的 这样的野心 我真的不晓得 如果你有这种在野党的话 将来万一 你想要重返执政 那请问 你要如何说服台湾人民说 你觉得解放军的空军 在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绕来绕去 他是没有敌意的 是我们自己下自己 你如何说服台湾人民呢 总部人说好啊 你来你开心来就来啊 来竞平你要不要回应一下 因为陈宗烨他就很霸气的回说 大陆是哪个国家 然后呢 这个我们看到朱立伦 他就讲说 去把法律读一读啊 那你怎么看这事情 朱立伦当然是 就是像刚刚年华哥讲 他应该指的就是 中华民国宪法 宪法的征修条文 所以朱立伦讲法 本来就没有偏离 他原来的想法 跟这个错误的地方 那或许会有一些 现在的这个朋友 或年轻的一些 那个观众或民众 会觉得说 这是在讲什么 哪一条法律 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东西 如果要从政治上的意涵 去解读的话 一定会 我不知道是陈宗烨 他当时没有听懂 还是在讲什么 如同可能刚刚讲说 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习惯 中国啊 有些人习惯中国大陆 像我自己也还是会习惯 这样讲中国大陆 那同样的 中国大陆到底是不是国家 当然是啊 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绝对不是中华民国 这个是符合 现在现实的一个看法 和这个状况 你去问现在很多年轻人 也知道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来就从来没有统治过 台湾 澎湖 金门 马祖 还有我们周边的这个岛屿 不要说什么 蓝宇 绿岛 小琉球 都一样 那同样的 中华民国也是一样 我们中华民国的疆域 目前统治的地方 的确就是中华民国 台湾 台湾 澎湖 金门 马祖 绿岛 还有什么金门 乌丘 东沙 南沙 太平岛这样子 然后绿岛 蓝宇 小琉球 我们的疆域也是在这些 周照的台湾本岛跟这个离岛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什么像宪法 当年在民国38年以前 这样一个时空背景 在国民政府 在南京时期所制定的那个宪法 涵盖什么中国大陆 还有什么老母鸡跟这个秋海棠 还有蒙古那些 我都觉得 是啦 其实是该修一修啦 我觉得不要魅于现实 那就是他们的那个 所以但是在政治上的 去攻防的时候 说哪一国 然后什么 我觉得没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 讲的方式也没错 只是说政府官员 在基于行政的形象 你是不是要认清楚 你自己的现在所处的地方在哪里 好 另外我们稍微回来 要来看到是 这个星期的这个政治重点 有关于这个3Q倒数的攻防战 好 结果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个严宽恒 他拿出这个良民证 秀良民证 大家想说 这到底是哪一招 因为他还邀请陈伯威 跟他送餐帮助弱势 到底为什么要出这一招呢 那会不会有一些回力标的作用呢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 好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再来看看 有关于这个罢免陈伯威这个案子 倒数两天 现在有很多招啊 包括了这个投入志工行列的 廉宽恒 14个小时之内连续发两篇po文 而且还秀出了良民证 酸陈伯威车祸兆陶 甚至拿出了瘦身前后的照片 做对比 暗奉陈伯威 我们带来看看 3Q有三种消炎直筒驱寒 这一铁海线场被良药 是图文创作家 萧银灯的最新作品 大酸台中第二选区 这回急性发言 呼吁选区选民赶快服用 一次解决 出招的还有全国公务人员协会 前理事长李莱希 脸书提到 罢免之工 严宽恒书读的不多话说的贴切 不过声援内容却被打脸 人家至少流洋硕士 因为严宽恒 三度参选立委的选举公报中 学历都有旧金山多米尼肯大学的 气管硕士 帮腔的权力找耿乡挺 不过当事人也发文出招 严宽恒先秀出良民证 暗奉陈伯威有过肇事逃逸记录 14个小时之前 严宽恒也以瘦身前后的照片对比 以一席肌肉说 大酸肌肉会跟着你 政治人物承诺不会 早在2020大选 前一天就预演的是他 陈伯伟参选现身为陈伯伟助选 当时受访内容的情境 在这次罢免公投案 似乎又要再来一次 吴英宁预告在投票前一天晚会现身 罢免团体也有晚会 将各自尬场 相信台中综合不到 好所以在最后倒数这几天的工房战 我们就来看看 像是严宽恒他不是当志工吗 然后刚刚看到他秀出了良民证 然后他还邀请陈伯威送餐助弱室 但大家就想说你没事去申请这个良民证 到底意义在哪里 还有像李莱希他也力挺说 这个严宽恒书读不多 他为什么这样讲 他就说书读的不多 但是话说的很贴切 就引发了很多人热议 因为严宽恒的学历是 美国加州多明尼肯大学在职气管硕士 然后有人就虽然说 这样叫书读的不多的话 那我们都没读书了吧 瑞德哥 因为我不知道李莱希的学历 然后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在旧金山大学里面 拿到硕士学历 对李莱希来讲算是学历不高 不过人是看人品 人是看能力 学历跟他的经历 那是其中一个参考的对象 但是为什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为什么这两天突然间 袁宽恒大举了两次 都直接在网路上面 发表他的文章 张贴相关的照片 他急了 你不要忘记 袁宽恒那时候辞掉 因为国民党正在 这个党主席之战的时候 他本来在江启臣那儿 当副秘书长 他辞掉副秘书长 请问他回来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要当志工 对不对 对 你不觉得他现在这几天 抢戏抢得很凶 宣兵夺主 变成他是主角的吗 因为他这样子一出来了以后 全国所矚目的焦点 全部在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现在都在讨论这个 我们根本就忘了 什么3Q总部的 那个整个组合 那么他整个 全部投入了以后 包括梁明镇 梁明镇是因为 去Google了以后说 他可能卷入了一些 这个刑案里面 有他的名字或怎么样 当然有可能是作证 还有可能是 这个其他的因素等等 梁明镇的申请并不难 你如果要出国的话 还有一个可能 你要当Uber司机的话 你可能要去申请梁明镇等等 那申请梁明镇 我并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问题是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 去申请梁明镇 对不对 你旁边跟后面的那些 都有梁明镇吗 还有 你爸爸呢 你这样不是一枪 就打到你爸爸了吗 对啊 你爸爸的出身难道 我从来 我在很多节目都直接讲 人生生打过 有时候打不打差 嚇人不 年轻镖年轻的时候 干过的事情 对不对 他还去管训过 可问题是等到后来 人家现在去 大甲镇南宫 对吧 做这个当事长 他做了很多事情 不理他说义气 很厉害啊 然后呢 台中 乡亲 海山乡亲也给他机会 连从你中 管理官 新议官 我去台中 管理官 我去上 所以表示可以给人家机会 对吧 可是问题是 那言轻镖也申请不到梁明镇 你这样 你弄就自己的 你的老婆 对吧 所以事实上 他是要打回去 这个相关的3Q说 你看我有梁明镇 不要说以为说 我跟你一样 有这个等于说 造陶的前科等等 结果没消心 是打到很多人 那么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他 昨天的那一篇 也是意外的 是砸到自己的脚 为什么呢 因为那篇宫 那篇宫 这个外面的人 都没有在那边住过 然后呢 结果他们现在回来 要当这片土地的主人 我问你 阮宽恒的意思是什么 阮宽恒的意思是说 只有在海线 这五个乡镇住过的人 或是出生的人 才能够选这边的 所有的民意代表吗 嗯 要台中市长 一定要台中出席就对了 台中出席就不行 我请教你嘛 那2018年的时候 从来也没有落根扎根 然后帮过这个 等于说替高雄讲话的韩国瑜 人家也是当选高雄市长啊 侯友宜 选拔市长侯友宜 我们家企业 他破主人 我扣脚人 算让他水上 你搞清楚 我们台湾你要知道 双北最大的 这个同乡会是云林同乡会 大家为到贪责 为到反共的国家 爸爸妈妈 还是说哪一台 因为这样北漂南漂的都是这样 哦 因为不是出生这里的人 我们现在是在选寻 娱能参临宅 还是在参临宣 在哪里出席的 对吧 所以事实上不小心 都会打到自己 另外我今天看到 你如果针对这个陈柏惟 他做立委一年高国瑜 做得不好表现 真买 你去把他拔 我都没意见 今天陈柏惟的十大暴头 里面 竟然有一项是 号称苦行 路程碰峰 关你什么事 关他立委什么事啊 你知道他走百几公里了 走百几公里了 对吧 你们这在笑的人 包括国民党 国民议代表 我讲坦白的 你们还没有这个材料 我笑你没有啦 一天十七公里 你走看看 每天都这样走 走到晚上十点 走到膝底起水泡碰爬 我们以前在部队 在特征部队 一天行军 集行军三十公里 去那五天而已 整个膝子 全部都水泡 那连今变成罢免的理由 其中有一项 我个人觉得瞠目结舌 为什么 因为朱立仁自己自己说 呼吁蔡英文 不要变成政党对决 结果你 请全党之力 今天还下令 整个中国人民党 全部要下去 罢免他 你还叫别人说 不要变成蓝绿对决 不要变成政治对决 政党对决 那其中有一条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 罢免理由是 被民进党加油打气 这句话真的很好笑 这个是什么 跟什么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你就不是要挑起 相关的蓝绿对决 挑起仇恨 所以事实上 我觉得很简单 你如果觉得 台中没有兄弟 的乡亲 你如果觉得他做得不好 他真的插箭 做什么 你把罢免我没意见 你如果觉得 应该让年轻人 一个机会 他毕竟做一年到过去 他没有贪污 他没有腐败 他没有去报决定 他没有去认识 我现在用四分之一把你拿回来 你拿回来 以后我们就没人家民主 没人家宣企 也很简单 大家都要拨打就好了 好 慧政 那我们刚刚 瑞德哥有特别讲到 国民党吹票的时候列出的 陈柏维十大爆头的排行榜 我们现在看看 第一名到第十名 包括了 肇事逃逸 谎话连篇 直询的时候 护航莱猪 台语直询 标骂国防部长 立法院投票 党疫苗采购 号称苦刑 路程碰轰 倡议大麻 合法化 嚣张喊一打三十五 然后这个 就是大家觉得最妙的 就是被民进党加油打气 然后称 罢免民众都是假公民 还有护航中火 火力全开 但是大家觉得 最不解的 就是在这时候 严宽恒出的这一招 他秀了良民证出来 大家想说 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那会不会变成一个回力标 回到自己身上 当然是会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是因为 那个陈柏维之前有讲到说 我之前 所有的一些状况 事实上我还是有资格 领良民证 你们对我所有的指控 其实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至于赵棠事件 我也已经道歉 而且我自己本身有接受一些 法律相关的一个采处 那现在情况就是 我跟你讲 国民党要罢免他 你刚刚讲到十点 没有一点是真正理由的 你如果是要罢免一个理由就够了 就像当时韩国瑜 为什么大家要罢免韩国瑜 因为你对高雄人当时承诺了 结果你浪杠 你丢包高雄人 那现在陈柏维有丢包台中人吗 没有啊 人家出席相关台中的一些活动 其实是非常踊跃 甚至连在地人都会觉得说 他的质询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所以他们种种的理由 全部都是乱掰 而且我觉得第一个是 他们开始说他是三任赢立委 就后来被人家踢爆 说你那根本就是民调乱做 而且你那些质询全部都乱了 而且重点是出这个相关调查的研究机构 还是你自己朱立伦岳父相关的 就是有关联性的一个组织 所以三任被人家戳破 说人家三毒 结果你毒的第一个就是毒株 那你朱立伦才去跟人家美国 在台协会的孙小雅碰面 你给人家讲毒株 你感觉好意思 自己打嘴 来猪 那如果来猪有问题的话 那你们国民党开放来牛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这三毒也被人家戳破 就在最妙 现在又给你取一个叫三包 第一包叫什么 你立法院出包 如果有一个立法院委员的出包排行 我跟你讲 陈伯伟连前十名都排不到 前十名全部被你们国民党给抢光 像叶玉涵委员 像吴思怀委员 还有一只抱狗的鲁鲁 那个叫什么委员 我都忘了 我只记得那只狗 鲁鲁比较有名 对啊 我只记得那个鲁鲁委员 所以你说要有一个出包立委排行榜 根本陈伯伟前十名都排不到 他又说什么 你那个台中 丢包台中人为什么 因为在空污的事件呢 你没有去处理 哇塞 他一巴掌打了卢秀燕 再怎么样 卢秀燕也是你们下一次 那个选举里面要稳住台中市长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选 结果他不让他打他一巴掌 我就觉得说他们对父亲 我有时候都在怀疑 其实现在他们这些 3Q团体的相关的一些口号 或一些相关的诉求 事实上他们是以这个罢免 3Q为名 事实上进行党内斗争之时 不然你看 一开始攻击陈伯伟 说他有一些钱科兆讨 就发现中标的全部都是标哥 标哥心里想说 我都已经在跟生人多久了 而且我能说要表现社会有目共睹 你只戳我干嘛 再来 然后你就说毒空气 就后来那个谁也被打巴掌 那个卢秀燕也被打巴掌 所以我在想 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内部的国民党的团体 其实以3Q之名 事实上他们真正要攻击的目标 是他们自己人 是他们自己在划分自己的地盘 不知道 但总而言之 现在整个罢免到这个情况 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 人民行使罢免权的问题 因为包括现在人家不是发现吗 竟然连高雄的中山大学 有一个好像有好几个IP 都是从那边出来的 而他所散发出来的东西 全部都是在攻击 不实攻击陈伯伟的 所以现在那个立委蔡逸宇不是说 这个东西要好好查一查 所以包括在网路上 YouTube上有一些假主播 大麦克风 根本连掌云的 别人都不知道的那些主播 也开始不断释放这些讯息 所以整个罢免从9月到现在 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力量 你可以看到地方派系的力量 你可以看到国民党要换回黑金幽魂 来借由这一次的罢免案 来开始遍地烽火 我觉得其实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 要非常地仔细想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这一次你真的让一个 被白阿保的陈伯伟 让他变成是莫名其妙被3Q 被罢免成功的话 接下来他们不会罢手 他们不会停手 他们会把这把火烧向台北 烧向年底的公投 烧向其他的个 这样到时候政党的对立 台湾的政治将有无凝聿 好那博文哥你看到 这个颜宽恒现在的角色 好像越来越吃重 包括了他现在秀出他的良民症 然后他之前也讲说 这个故乡依旧空污严重 被认为说他一巴掌打到了卢秀燕 然后李来西又说 其实这个颜宽恒 他书没有读很多 但是人很好等等 但大家发现说 他其实是个硕士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颜家很急了 国民党也很急吗 我觉得颜宽恒非常可惜 坦白说这次颜宽恒 如果他针对罢免案 他不要站在第一线 他也不要去协助动员或连署 坦白说四年后 现在大概剩两年多少 这两年后的这个立委选举 鹿死谁手很难讲 因为确实颜家在地方的那个家族势力 跟他的地方派系是非常强大 陈伯伟也没有办法说 一任立委就打破 完全打破这样的垄断局面 我认为这个是我打一个很大问号 所以如果说颜宽恒 好好的休养生息 这四年然后再站一次 真的鹿死谁手不知道 可是他这次 特别是在罢免案最后 他几乎是 把他当成是跟陈伯伟的另外次选举 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败笔 我甚至敢在这边断言 我认为败相已漏 为什么 我举例子 这个韩国瑜那时候 高雄市长被罢免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时候被罢免的时候 大家都说 陈其迈 一定以陈其迈怎么样 我告诉你 陈其迈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他很刻意的 就是只要人家问他相关罢免的议题 他能闪就闪 能躲就躲 简直是脚底抹油一样 只要听到罢免他立刻就不见了 突然就消失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上次他才输给韩国瑜 那你现在又出来 这样戳起来 又要罢免韩国瑜 人民观感就不好 第二个大家会觉得你输不起 所以陈其迈 你看他根本从头到尾 他就是不愿意对这件事 有任何的看法 可是严宽衡 你输给人家也不过 也不过是一两年前的事情而已 坦白说你在这个节骨眼 你又站出来 然后又这样戳起来 这样是不是良民政 这样人吐 坦白说 你如果说出的 这个相关的罢免理由 假设还真的冠冠堂皇 例如说 这个立刻 作礼为他 然后就台人办会鱼肉乡民 贪商王法 然后涉及贪污 然后什么持枪交锁 你当然可以去办他 这理由就很正当 听来听去 不要说这个 刚刚这个瑞雷大哥 他讲的这几个理由 很荒谬 包括之前什么年轻时代 什么金禄马带 什么全部被人家讲出来 我坦白说 这个东西 人民真的听不下去 而且最近有一种氛围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其实本来年轻人对这罢免 如果你不要搞成这样 大家还不会注意 颜宽恒这样一搞之后 很多年轻人就开始比较了 你这个年轻人又有像颜宽恒这样好爸爸的机会 坦白讲 不高 我看整个杀户地区 整个大乌龙地区 大概能够跟颜家 大概也就只有颜家 其他也是都地方派系 那你说年轻人心里会怎么想 他当然会觉得说 要维护 陈伯尔这种 从基层打拼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捍卫这样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觉得得罪年轻人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好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看到在3Q案这个部分 看起来颜宽恒 宽恒哥哥 最近的角色越来越吃重 那刚刚也讲到说 其实他应该要切割是比较好一点的 好那我们来看他最近真的是狂发文 是不是真的急了 9月8号的时候他就发文说 博维兄你迷失自己了 让海线选民失望了 14号的时候他就说 陈伯尔为什么要反对加构国际疫苗呢 22号的时候呢 他说罢免义公阿公说 这个陈伯尔是说得整本家做没一档事 给你服务机会为什么不珍惜 23号又说 外地来的激进党成员骚扰乡亲 陈伯尔忘记自己的口号 还是害怕响起呢 27号又说 母语不是拿来炫耀跟压迫别人的工具 10月8号他说 如果呢陈伯尔真爱过这块土地的话 就该明白背叛有多难过 他到底哪里背叛了 19号要找回我们的荣耀 光复我们故乡 20号说政治荣物来来去去 但是故乡依旧空污严重 那这个部分也被认为打到了 这个台中市长 好那我们看到10月21号的时候呢 他就听闻伯尔兄有良民政 那么宽衡也有一张 好 静平怎么看呢 当然袁宽恒他这个时候选择 刚刚我们给他看的就是每一天都有发一个文 然后甚至站在比较最前线 到底是对他利还是不利 两天后就知道结果了 如果我从一个旁观者来看 我当然也会比较忧心说 如果说假设 先讲罢免不成功的话 假设陈伯伟的罢免要没有成功 那当然是两年后在决战 就回到刚刚有来宾提到说 那个2024年立委选举的时候 是不是两个人再来对决 是如此的 因为陈伯伟要连任一定会遭到其他人挑战 包括这个袁宽恒他有资格去降 那会不会对他的形象有加分 那这个是罢免不成功 那如果罢免成功了之后呢 这一期还是要补选 那补选了之后 那袁宽恒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出力到几分 我相信经过他们的估算 可能是由于 因为在那个地方 大乌龙还有这个乌丰跟这个杀戮地区 可能是因为他们那个派系 还有包括地方除了黑派之外 以及地方的这个乡亲民众 对这个袁宽恒 袁清彪他们两父子 严加了这个过去几十年来来支持 有这样的一个在地的情感投射之外 是不是因为如果没有他不出来 他的这个派系就动不了 所以他才要急于这个跳到台面上 这是我在我在我在思考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为什么他那么急 要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但是也有声音 我之前有听朋友讲说 从那边看他们去观察选情 有提到说 如果他们严加都一直不出面 或者是袁宽恒也没有在 比如说他说要去当志工 那去参加罢免的人 不管是志工还是怎么样 其实也都是推动罢免的这个行动 也都是有参与 如果你不这个时候出来 人家会看不到你的决心 或者是也有这种考量 所以我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地方派系跟政治的考量 让袁宽恒他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其实都会去做一个 这个整个通盘的这个 不管是计算也好 是盘算 否则他不会敢冒然做这些政治动作 因为这的确是会有他的一个风险 如同刚刚这个博文兄有提到那个陈其脉之前 不过陈其脉也不是完全没有参与 他是看那个状况 像之前那个霸函的那个游行 那个参与了这个规模很热闹 那他就有受邀参加 他是被动的去参加 所以陈其脉也会去参加这种类似的活动 但是不是全部 这也是当时陈其脉考量的重点 所以我才会说 当然两天后就考验着 到底是这个陈柏惟 他能够凝聚支持他的力量 还是严宽恒把这个派系的支持 以及地方相应 因为看起来罢免跟选举不一样 似乎那个动力投票的还不是那么热 有点冷 那所以三成四成 那如果有点冷你要把它炒热 又不能热过头 你要拿捏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取决于派系的动员 跟地方的民众的参与 以及反罢免的这一方 他们如何的去做一个拔河 不过敬平你看国民党吹票 刚刚我们讲到这十大爆头排行榜 其中有一个是被民进党加油打气 或是说他号称苦刑入城碰轰 这些变成理由 你不觉得这个有点瞎吗 你说这一张吧 对 类似啊 我会觉得这个如果由彻翼来做会比较好 但是你们国 国民党文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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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刚刚其实来宾有 所以这国民党文传会做 但是我还是讲的 如果这一张是由网路测译 网路脸书粉丝团 或者是就是说来做会比较好 因为一个 不管执政党或在野党 执政在野这样两党的对决也好 那种气氛 我觉得直接 他只是可能把它做一个统计 但不管怎么样 国民党可能只是想要把 我游文传会制作这样的一个文宣 可能只是想要把这个陈伯伟的问题点出来 是为了要凑十大吧 你自己认同哪一个 有的 我觉得蛮 哪一个你比较认同 我不晓得 但我觉得护航中火火力全开是没错 怎么会是第十名呢 这个部分 但我不管 这十条有人认同 有人觉得OK 不管 但我觉得要做文宣的话 我只从文宣的这个角度 不管是从政党的话 要做也没有关系OK 但是如果说交给其他的这个彻衣组织 不是由政党的 像国民党文传会 这种发言人体系 或怎么样做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具有那种攻击性跟说服力 那如果做这个话 我只是说怕会把那个焦点模糊了 然后会变成做 因为现在支持罢免 支持罢免跟反罢免的这一方 已经形成一种对决 你在任何一个过程当中 都不要被对方抓到一个小辫子 或一个疏失 所以我才是说 不要给人家抓到一个机会 能够反击你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看 对于这个3Q1的 这个倒数 现在的一个最新攻防的部分 我们看到蔡英文主席 她有讲话 她说薄微在近来的苦行当中说 初心就是为民众服务 然后跟民众站在一起 她说周六就是台中第二选区 立委罢免的投票日 请大家继续关心 我们应该用更成熟的姿态来面对 冷静做出选择 不要让认真的人孤单 好 这是蔡英文说的 好 不过朱立伦又怎么讲呢 朱立伦强调说 不要把任何的是非对错 变成意识形态 跟政党对决 她说不要变成政党对决 她说在地力量 要罢免的是一位 不是任的立委 好 瑞德哥怎么看 这种讲话非常的可笑 只有你可以砍人 不准别人找人来帮忙 然后抵抗你 就是这个样子 不准人家找盟军 什么叫做政党对决 你朱立伦身为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请全党之力下了动员令 然后马上礼拜五 你又要选前之夜 说名嘴 然后你要选总统的 什么全部都下去 然后现在包括台中的地方派系 两大派系 两大台中最大的海线派系 跟三线派系 全部下去 三大势力 全部就为了要把一个小党的立法委员给干掉 然后你说不准去找这个所谓的盟军 那么甚至还跟这个蔡英文 在昨天 那么认为说不要让这个 等于说认真的人孤单的话讲出来以后 朱立伦说 别把是非对错变成政党对决 是非对错是你朱立伦一个人说的算 你要K掉人家杀掉人家 然后就算 包括这十大理由 刚刚其实近平 我觉得我跟近平认识很久 我觉得近平很可惜 就是辞掉国民党的中常委 为什么 国民党就是需要像这样的年轻人 其他也不年轻的 在国民党里面算年轻的 因为国民党 国民党可以选主席的年轻人里面只有4% 你知道吗 所以他还算年轻 算年轻 对啊 所以连这样 连民进党加油打气 都算是罢免的理由其中之一 那不太离谱了吗 全国最大党 讨厌国民党 就是这样子 国民党这次的这个作为 这个罢免的作为 你让人觉得非常讨厌 你明明 我一再强调 你就是论事 就他做不好的立法委员的部分 下去讲 如果要讲那个 直询的时候 荒腔走板 刚刚那个 慧珍刚刚讲到 对不对 那个露露 其实我跟慧珍一样 我只记得露露 我忘了他的主人叫什么名字 立法委员的名字 各位 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 我只知道他的狗叫露露 然后他为了来当这个部分去立委 他很减少跟露露相处的时间 那不离谱到极点吗 这样的人在当国民党的部分去立委 是谁提名他的吗 所以事实上这件事情 不过这个朱立伦讲的对了 是非对错 这件事情没有蓝绿对决 这件事情只有是非黑白 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要去指控别人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这个国民党的文传会 那么每况愈下 以前的国民党文传会是一个 很重要的组织 为什么国民党好歹是百年政党 执政了这么久啊 以前在中国大陆 对不对 执政到后来逃到台湾 但是好歹也执政了这么久 他有一定的细度规格 跟他的这个等于说 他自己本身的风格 可是现在不是啊 现在连续好几件讲的 我都觉得瞠目结舌 把这个连 连这个马带连这个电动玩具的事情 对不对 都可以讲门十二不是 所以我却忘了他自己的主委 现在有几个有案底的 那么有管训过流氓管训过的 那么还有卷入这个杀警案的相关的判刑的这些人 有前科有狼那位患错 患错了知过能改 我都觉得 那么我可以原谅他 可以给他机会 可问题是不能漠视你以前走过 那么包括这个等于说 这个陈柏惟也是一样 所以陈柏惟年轻的时候患错 他的态度 他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重要 但问题是国民党不是这个样子 国民党现在连民进党加油打气都可以拿来这个样子 那国民党全朝全党请朝而出 也可以当做我们罢免罢免你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我说我坦白了 去讲鲁鲁的那件事情 我们大家还没有发起说 大家全部下架这个国民党了 你知道吗 要求国民党下架你的部分去立委 所以你更不要忘记 你的皇护群党部的做到上将近几年 还讲说共军来进来骚扰 来我们的防空识别去 不算骚扰 那不算骚扰算是什么 所以事实上你要知道一件事 文传会本身他把不能做的不该做的 那么他全部都做了 不该讲的那他全部都讲 今天如果是彻翼 还是一些其他支持国民党的一些韩粉社团 我比较没有意见 可问题是今天是你国民党 你今天赤裸裸血淋的斗争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是在搞蓝绿对决 我不客气讲就是这样嘛 要不然怎么会把民进党加油 打气这件都算进去 就是蓝绿对决嘛 那非常可惜啦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台 我还是呼吁台中的五乡镇 台中海线的五乡镇的熊亲 你要把所有的焦点放在3Q上面 放在他到底 有没有汤污谷话包工程 有没有倒彩杀石 欧白开杂木 还是乱七八糟 对不起你们台中海山的熊亲 那怎么都没有 你有想要给他一个机会 就继续拼拼拼拼拼拼拼 阿公啊 不好意思 空文不是今天开始了 有人做那里面的领域吗 有人做那里面的市场 他也是同样 不去搞这个问题嘛 那为什么你们不去追究这边 好 五秒之后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